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人际罕至不受打扰的山上 找个隐蔽的山洞住下来 潜心修行不与外界接触 虚云老和尚 广亲老和尚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以上都是一些修行大师的修行故事 今天小万就来说一位同身修行的年轻人 闭关修行全部经历 他与那些修行老师有什么区别呢 以下就是他的亲身经历 1993年我22岁 首次闭关于福建漳州市瑞竹寺绝尘洞 同年元月25日 数位同学和居士送我进关 当时也有些人讥笑我是佛迷 整天想成佛 说我不是闭关的料子 闭不上三个月就会自动跑出来 这些讥笑我的人万万没想到 三个月后我允许动门贴了封条 闭关是我渴求多年的愿望 任何艰难困苦都不可能使我退缩 有什么理由不成功呢 尽管如此 我还是做了准备告诉外面的居士 倘若这次闭关出现意外 如死亡 与任何人没有关系 把我的尸体拖到洞外火化掉 把骨灰撒到山下的九龙江里喂鱼 闭关百日后性能量彻底激活 在白天静坐中经夜直往外涌 使尽所有方法也不能控制住经夜不往外躺 当时心里非常恐惧 心想这下要把小命留死掉了 在静观前我已拜过一位修道加工的师傅 曾传过我宝剑插在三江口的必经法 然而也不管用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向九华山的空友师傅呼喊 在绝尘洞内闭关是不睡觉的 晚上也是盘腿静坐 但每天晚上到此时 十一点到一点钟会打盹 就在脖子上套个绳子 记在洞顶上的一个木桩上 用这种方法控制躺下睡眠 此时空友师傅在空中显现 骂我贪功心切急于求成 保平器修得太猛 叫我停止保平器 把身体倒立过来 并在空中为我做示范 当我向他磕头表示感谢时 记在脖子上的绳子把我拉醒了 如是赶快下坐 呼出保平器 做倒立体味 两天后 今夜回头不再往下躺 紧接着而来的便是感觉到一股强大的热流 从后脊梁往上升 身体也似乎在往上升 头发也似乎直立起来 两耳内犹如飞机轰轰作响声 又像是整个空中都是飞机轰轰声 两眼球有肿胀感 鼻孔流了好几次血 眼前的光虽然不明亮 但感觉到异常强大 牙床肿得又红又大 无法开口吃饭 只能用小胶管吸牛奶喝 由于长时间盘腿静坐 每天高达18个小时 两条腿肿疼得下坐后不能行走 有时累得身体像是散了架似的 但头脑异常活跃 因为不再接触外面的新鲜事物 也不能再吸收新的信息 如是头脑便自动倒转 过去的事情全部浮现 22岁 21岁 20岁 一直倒速到母亲生我时的场合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 天还没亮 一道白光飞进一间小屋子里 一个女人以为是天已大亮 如是打开窗户 发现外面还是一片漆黑 女人一惊 肚子便痛起来 一直痛到上午8点钟 便生下一男婴 当我1997年回家看望母亲时 问及母亲我出生的情况 母亲很惊讶 头脑倒速了好几遍后 像是也厌倦了 停止了过去的倒速 也不再考虑未来了 第一次感觉到时空的消失 每天就像是生活在梦中一样 吃饭 静坐 练太极拳 然而又没感觉到在做这些 白天 黑夜也麻木了 有时候蹲在那里 大便几个小时 过了也不知道 虽然绝尘洞很小 但在感觉上又似乎同宇宙一样 有时候练武碰到了岩壁 手流了血也不知道 没有白天 没有黑夜 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连自身的肉体存在也感觉不到 有段时间特别敏感 山下的朋友发生的许多事情 我都知道 有时将要发生也知道 朋友要来看望我 还没来 仅仅是动了念头 准备来 我在山上就知道了 有时在洞内 能看见山下的城市里 人来人往 遥远的地方似乎就在眼前一样 那时眼睛和耳朵开关 似乎失灵了 闭着眼睛 也能看见洞内的桌椅 有时阿婆给我送饭一点也听不见 有时他们在前面寺里谈论我 声音便传到洞内 山洞离寺庙有300米远 整个山洞根本就不存在 更没有什么洞壁门框之线 有一次我在练武 明明是在洞内 也不知怎么打出洞外了 外面的人见到我披头散发 只穿个短裤 以为是个疯子 大叫一声 才把我从这种忘我的境界中惊醒 发现自己怎么会在外面呢 洞门已贴了封条 心里一急一紧张 眼睛一闭 朝洞门撞去 又进了洞内 这种穿墙壁 在地底下穿土地 穿大海 从前只是在梦中会这样 有几次在清醒状态下 试着采用梦中的穿墙壁的方法 结果把鼻子碰流血了 身体上的这种不寻常的反应 大约持续了四个月 过后就再也没出现过 在《绝尘洞》中写的两首诗 痴情相思人不识 虚空自有鬼神之 门前嫦娥嵌过 心中乌云隔爱河 未见家人阴雨闻 洞内神仙背精神 若是有人来问吴 立在山顶海底行 就在这种没日没夜 忘我的修炼中 一天夜晚突然有人砸门 把我从定中惊醒 我也不知用了多大的声音 大吼一声 也把门外的人吓了一跳 那次定中的惊吓 使我在好长的一段时间里 都是处在精神恍惚呆滞之中 出关以后生了场大病 一直到西藏的莲花岛上 劳蒙上师才把我 从那种魂飞魄散的状态中 拯救过来 如果不是有禅定功夫做些基础的话 那次就把万行吓死了 过后才明白佛门里 为什么用言请敲醒禅定中的人 而不是直接去叫喊 一个入定的禅者 其惊魂魄是离开身体的 只有很微细的真气 供肉身存活 外面的突然杂门声 和我被惊吓的大吼一声 当时的感受是从全身的毛孔 猛地往外 蹦践出一股力量 而在大吼之前 脱离肉身的惊魂魄 还没有回到身内 吼完这一声 整个人呆坐在蝉床上 我的颈簸上仍然还套着绳子 也不知过了多久 当我恍惚般地恢复了知觉 发现洞门已开 冲进来数位有关部门的人员 闪光灯咔嚓咔嚓地 正在对着我拍照里 他们的理由是 别的和尚都在寺里修行 你为什么在洞内装神弄鬼 山下的人们都传说 瑞竹寺后山洞里有位神仙 只要是有病对着山洞烧香 祈祷一番就好了 天呐 万行根本不知道自己成仙了 也不知道外面的人 对着山洞烧香有两年了 还以为自己静观刚百日呢 我呆呆地坐着泪水花花的流淌 就像从心眼里往外涌似的 洗涤着心底的痛苦和委屈 约半个小时过去了 天地之间静悄悄的 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突然一道闪电穿透心底 一个念头升起来 为痛苦和委屈而哭 太渺小了吧 为闭关失败而哭 竟承认打断闭关就是失败 我抹了一把眼泪 眼泪戛然而止 首次闭关就这样结束了 从进关到出关 前后23个月 我与1994年12月20日离开绝尘洞 去寻找有缘上师 好了 不知道这位年轻修行者的闭关经验 是否对你有所启示 喜欢小万别忘记点击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吧